我叫吴北 两年前 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大二学生 可以乘无信物车 我父亲当场身亡 肇事者是一个叫宋世金的富二代 他不仅超速 还独驾 可他家中长得非富极贵 在家人一番操作之后 法院最终只赔偿二十万便草草了事 而那个独驾超速撞死人的宋世金 至今还逍遥法外 我当时感觉是有敲息便暗中调查 可就在调查过程中 却突然被一群人持刀砍杀 我慌乱中夺下一把笔手 将一人刺成重伤 我也因此受了伤 血水一到胸口的狱佩 狱活了其中的病者 从而获得始成文明的无上传承 还开启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维度之眼 狱佩中的传承包罗万象 有一道 忽术 阵法 五道 实在妙不可 而维度之眼更是可透视万物 能见人体之静脉 血肉 神经 亦能看到不属于现实维度的生命形体 比如仙与佛 妖与鬼 可就因为这次打架斗殴 我被法院批捕工作 一年有期徒刑 入狱后 我专心研究玉佩中的传承 短短半年就成了监狱中的神医 一年后就连监狱外的人 都纷纷前来求医问料 而我从不要整齐 只要减心 老弟 恭喜你 终于要出狱了 恭喜吴神医出狱 老李 谢谢你 不是你帮忙 我不可能提前出狱 我命都是你救的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 再说 这监狱多半犯人 也受过您的恩惠 走吧 我送你出去 老弟 你这一走 咱们再见面就难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只要一个电话打来 老哥能办的 一定帮你办成 行 有时间我来找你们 对了 我给你开的方子 你得继续吃 三个月才能停药 知道了 一直在吃呢 老弟 这是我们预警凑的二十万 钱不多 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就当我们凑的洗钱了 等你结婚了 记得叫我们喝喜酒哦 纸条上的号码是一位大富商的联络方式 我好不容易才帮你签的线 你要是能治好他的女儿 枕金最少七位数 好 请带我谢谢他们吧 不必再送了 我走了 妈 小妹 我回来了 还有孙晴 你等我两年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还有你 宋世金 害死我父亲的混账 我定要你生不如死 什么味道这么小 老公 我渴了 你有水吗 小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小子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赶紧找个地方下车 要不然 你会很惨 好啊 我也快到这了 男人果然靠不住啊 司机 有下 老婆 到这了 下车吧 好 操 老子让你别多管闲事 我看你是欠教训 我劝你们马上走 我手中 容易伤人 卧槽 嘴够硬 不知道有没有老子的拳头硬 上 自己打电话叫救护车吧 对了 我对你们下了暗手 三年之内 你们的身体会经常疼痛 希望你们要坚持住了 对了 美女 你要去哪里 谢谢您救了我 不客气 你去哪里 能带上我吗 带着你 人家现在特别害怕 不敢一个人回家呢 那好 你先跟我回县城 之后再考虑下一步吧 帅哥 我叫唐紫怡 你叫什么 吴北 这是我家的房子 你们不能罢啊 去你的 坐手 妈 你没事吧 是你了 小北 妈 我出狱了 以后没人能欺负咱们 喂 是你们要刨我家的树 还想拆我家的墙 吴北 你家的树影响村庸村茂 必须刨掉 还有 你家的宅子没有手续 根据国家法律 我们要采调它重新规划 我知道你刚出来 但我警告你 别跟我耍 保证让你回去 接着蹲大狱 我现在是三好市民 全力支持村里的工作 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家这株老槐树很有灵性 我劝你们最好别碰它 哈哈 有灵性 你骗嘴呢 喂 你咋了 槐树显灵惩罚恶人了 赶紧送医院吧 会死人的 真的是老槐树显灵吗 妈 他们敢打你 我不会放过他们 没事 我没事 满丛虎为什么拆我们家房子 之前一直说拆就见心 说咱们房子手续不全 验的不符合标准 必须要拆掉重建 但是要向村里交五十万 由村长的儿子统一成建 可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啊 再说建房子也用不到五十万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不答应 他们上个月就想来强拆咱家的房子 你外公外婆过来阻止 都被他们打伤了 前几天才出的愿 是群混蛋 当初父亲被撞死 村长就曾配合宋世金一家对我施压 而且还贪赃枉法 常年欺负乡里 无法无天 伯母你好 我叫唐紫怡 是吴北的朋友 好标志的姑娘啊 小北 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这么漂亮的姑娘 不是女朋友真是可惜了 妈 咱回家说话 那妈先准备午饭 你们到屋里歇会 我能看出你是一个武林高手 哦 我是高手 嗯 之前你对付公交车上的华人 伸手比我爷爷的保镖还厉害 而且方才发生的事 应该也不是桓树显灵 是你用了手段 我说的对吗 你能看出这些 想必也不是简单人 说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跟着我 哎 我有一个麻烦 很大的麻烦 麻烦 怎么讲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可新郎不是我喜欢的人 所以 我找机会逃了出来 哦 原来是逃婚的新娘子 我的家族有些势力 如果他们知道我在你这边 可能会对你不利 你是说暂时不会离开这里吗 嗯 我知道你是好人 留在你身边 我有安全感 这个女人可真麻烦 妈 小妹呢 小妹去找同学完了 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你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怎么打不通 奇怪 小妹的电话 设置了我特有的铃声 听到声音她一定接的 打几次都不听 要么静音 要么是她根本无法接听 是我 吴北 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的位置 出什么事了 还不清楚 但愿是我想多了 怎么会在邻村 那里根本没有小妹的同学 大哥 这小妹女可真睡灵 身体发育的很好 吸吸吸 我们来尝尝先吧 你们该死 妹妹 不怕 没事了 有哥在 哥哥 为什么做我妹妹 是宋世金送烧 让我们干的 宋世金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想用你的妹妹 以协颇你方法 好在一次送你进监狱 哼 妹 我们走 幸亏这小子走得快 否则 大虎多了他 大虎哥 今天可真行啊 幸亏这小子胆小 离伤咱们 哼 他敢 不过那小牛又白又水亮 那尝到真是可惜了 咋回事 我那脏咋那么疼痛 啊 我也是 哼 未来一个月 你们将会分别出现 肾衰竭肺水肿 肝硬化等疾病 你们最后的人生 将用最痛苦的方式结束吧 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就好 对了小北 子姨她刚走了 说家里有要紧 是得回去一趟 哦 这么突然 外子怎么那么吵 我出去看看 哼 什么槐树贤灵 我偏不信 你给我开工 是 住手 你们干什么 吴北 你出狱了 哼 以后好作人 本村长会时刻监督你 你们又来破坏槐树 就不怕遭报应吗 哼 我才不信这些 哼 我说了 这槐树有灵 你非跑来找麻烦 赶紧送医院吧 村长他们又来搞事吗 嗯 不过神术已经惩罚他们了 没事了妈 有我在 以后都不会有人敢欺负咱家了 那就好 对了 小妹 你最近的学习怎么样了 还行吧 我在狱中学了一种神奇的按摩手法 可以让人心旷神移 精神抖擎 我给你们试试 真的这么神奇吗 哈哈 哥什么时候不骗你 你们别动 妈 哥 太神奇了 你这按摩跟谁学的呀 我现在感觉脑子特别清晰 是啊 我也感觉身体有活力了许多呀 哈哈 我也只是学了点皮毛 没想到刚回来就这么多事情 消耗了太多内力了 我得歇会 天黑了 该去修炼了 我的五龙圣权 已经修炼一年多 眼下只练成第一条大网 得再轻易地修炼 若我五龙一成 便可入圣银之鉴 爷爷 今晚夜色不错 适合练功 的确 哎 英镜伤人伤己 何苦呢 我得不得 小友留步 方才听小友说 阴尽伤人伤己 老朽不明所以 还请明示 其实也没什么 这位姑娘修炼的是绵柔阴尽 可她炼尽不得法 一致损伤了费精 长此以往 怕很容易早腰 你胡说什么 什么早腰 本姑娘活得好好的 好吧 那就倒霉说 爷爷 这种不懂装懂的人可真多 小颜 以后对人说话不要这么直白 容易无端树敌呢 哼 像这种蛮口胡话的人 我才不在乎得罪她 爷爷 你怎么了 高手啊 绝对是高手 什么高手 刚才那位小伙子 他绝对是奇境的高手 他有真气护体 身体一语不能架 银虫不能落 哪怕是脚下的地面的尘埃 也会被排斥开去 变得无比干净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脚衣 居 居然是弃静的高手 那他说我会早邀的话 难道是真的吗 这位高手明晚或许还会出现 咱们明天早点来等他 好 哥 你这么早起来了 那送我去上学吧 好啊 我也好久没送过你了 哥哥 拜拜 拜拜 接下来 也该找找你们了 宋世纪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这次 薪酬救恨一起清算吧 暴雨梨花针 这一针足以让你变成个白痴了 但我告诉你 宋世纪 这只是开始 我会让你们一家得到应有的惩罚 峻妃 吴北 你小子出狱了 是啊 你这么忙吗 才看到我给你留的信息 吴北 你还是赶紧来一趟云京吧 怎么了 难道是孙秦出事了 你来了就知道了 说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孙秦来了 好聚好散吧 吴北 我来车站见你 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你以为已经不合适了 分手吧 你太没耐心了 你只要再等多 我几天就明白 我不需要明白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以后不要纠缠我 赵启亮 没想到会是你 吴北 你不要怪我 那已经来得太土颜 我 我 赵启亮 你要不要脸了 还爱情 当初你家庭困难 交完学费 连饭都没得吃 是不是吴北把饭卡 借给你随便用的 你在外面打工顶不住 是不是吴北 三番五次替你出勤 还有你生病住院那次 是不是吴北 借钱给你交押金 在医院照顾你半月之久 而你呢 除了和他的女朋友好 你做了什么 对得起他的事 卢俊飞 这是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 脑子看不惯小人 吴北 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这两年你坐牢 外面的人对我议论纷纷 家里人也输我 我真的承受不住了 和你分手是早晚的事 我 我不可能接受一个 蹲过监狱的人 不用说了 你这种语言 的确配不上我 你说什么 我配不上你 说的好兄弟 赵启亮 你过来 吴北 你敢打人 吴北 是你自己没本事 守不住女朋友 我有什么错 他不跟我也会跟别人 赵启亮 你不必解释 这一巴掌 是你欠我的 从此以后 你我两不相欠 吴北 收起你那居高临下的样子 我告诉你吧 启亮家的房屋拆了 还分了五套房子 他可比你强多了 拜托你醒醒吧 像你这种坐过牢的人 还会有女人愿意 和你交往吗 我只是 做了正常女人 都会做的选择 是你配不上我 我不想跟你废话了 再见吧 老公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 不是家里有急事回去了吗 刚才在车上和伯母打电话 他说你也来了云京 还和我坐同一趟列车 所以我一下车就到处找你了 正好 我开车来的 咱们一起走吧 那好啊 谢谢你 人都走了 你还在看什么看 紫衣 刚才谢谢你 哈哈 你是说我长得漂亮 所以给你长脸了 是不 你就不能谦虚点吗 对了 我妈说你有急事 到底什么事 哎 很麻烦的事 说来听听 或许我能帮到你 我爸被人坑了 有人骗他买了几块赌料 结果赔了几个亿 爷爷很生气 准备停掉他的生活费 免去一切集团的职务 他现在没办法 只能找我求援 几个亿这么有钱 原来他是个富二代啊 我本想逃开一段时间的 可现在不回去都不行了 大奶奶那边 对我爸打压得很厉害 他一定会借题发挥 彻底把我爸踩下去 不用太担心 怎么能不担心 大奶奶一定会以此要挟 让我嫁给那个人 你爸买了什么毒料 翡翠 他做事一项欠考虑 这回砸了十个亿 从边南翡翠王手里 挑了七块大料 结果前四个全垮掉 血本无归 我对翡翠其实也有一点研究 你带上我 咱们到边南走一趟 或许我能帮上你 两位请上车吧 吴北 你女朋友这么漂亮 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你好 我叫唐紫怡 是吴北的女朋友 我是卢俊飞 云京人 是吴北上副的兄弟 哦 姓卢的 但云京极少 难道是云京卢氏 你知道 云京曾出现不少新兴家族 卢氏就是其中之一 头几年做房地产赚了不少 可惜后来哲戟太康山庄了 唐小姐气质绝伦 想必出身于云京四大名门之一的唐家 看来我的口音出卖了我 你说的没错 我背后的家族正是唐家 能认识唐小姐 卢俊飞三生有幸 俊飞 原来你是富二代 而且藏得这么深 吴北 我卢家背了几十亿的债 一直不能翻身 这富二代实在没什么好宣用 什么情况 这件事以后再谈 卢修 麻烦在前面停一下 我带吴北去的地方 好嘞 拜拜 去哪 我请到了几位赌食界的高手 想请你帮我把把关 好 我去会会他们 唐小姐 几位老师好 紧急把你们请来 是我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我要走一趟边南 从翡翠王手中买几块料子 你们谁能帮我 翡翡翠王 怎么 有难度吗 唐小姐 这翡翠王薛太虎 在圈里是有名的狡猾鬼 被他算计过的人不计其数 所以我不建议唐小姐 以身犯险 话虽如此 不过此事关系我父亲 在唐家的地位 我不能做事不管 既然唐小姐下了决心 那我们愿意舍命赔君子 那好 这是六十块毛料 各位美人可以挑选三块 挑完之后现场解释 谁挑的料子品质最高 谁跟我去编南 这一趟若能成功 我出一千万的辛苦费 一千万 我能是吗 当然 唯独之眼 这些毛料都好普通 等等 这是 紫怡 我就选这一块吧 倘若不是最好的 算我输 好 既然你这么自信 我也蛮期待的 小兄弟 你选的这块毛料 在行内属于水石 称之为腊肉皮 腊肉皮出的翡翠种地 一般不太好 怕是很难爆出好色 哦 是吗 那就等着看吧 请稍等 我拿去开窗 恭喜先生 这料子里有一块翠绿的翡翠 大约占料子三分之一 质量一千克左右 价值估算不低于八十万 居然开出的是中兵 实在是看不出来 剩下的毛料估计也不会有这个好 都拿去开了吧 好 大小姐 毛料都开了 剩下的基本都是些边角料 价值远不如的小哥学人的 厉害 我的哥 现在信我了吧 我一直都信你 只是不知道你居然这么厉害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应该知道 我蹲过监狱 在那里我遇到不少奇人 这些都是跟他们学的 包括你的功夫吗 算是吧 边难我可以去 什么时候出发 边难之行 可以先缓缓 你赌石这么厉害 过几天叫上我爸 咱们先去赌石城转一圈 只有见识了你的厉害 他才肯拿出自己的棺材本 可以 我随时有时间 对了 今天你提到卢俊飞的情况 能和我详细说说吗 好啊 卢家十几年前开始发家 然后涉足房地产 头几年做得顺风顺水 截止五年前 卢家已然坐拥几十亿资产 卢家的胃口随之变大 于是筹备三年 融资一百亿 开始上马太康山庄的项目 太康山庄是一个别墅和商品房的项目 其中一期投资八十亿 在山上修建两百套别墅 山下修建商品房 这个项目一旦做成 卢家将一跃成为大型地产商 家族资产也将翻番 然而谁也没想到 当太康山庄大部分楼盘封顶后 就开始频繁发生事故 短短一周 就死了四名工人 卢家又是运作 又是赔偿 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以尽快对工程进行收尾 可卢家怎么也没想到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后面的一个月 先是两名看房的夜主意外死亡 接着又有三名保安无故死亡 前后死了九人 消息再也捂不住了 太康山庄闹邪虫的消息 传遍了云京 大批交了预付款的买家 纷纷退房 同时 官方严查事故责任人 卢家的家主随后被关进监狱 最后判了三年 从那之后 太康山庄的房子 没再卖出去一套 卢家资金链也开始出现断裂 居然连死九人 是什么原因 不清楚 卢家当时请了不少高人 都没能化解 上百亿的投入 居然一分钱都拿不回 卢家真是亏死了 可惜啊 郡妃本来好好一个富二代 现在却混得连普通人都不如 我该帮帮她吗 啊 好吧 我现在回来 哥 我要回家里处理一些事情 过几天再联络你 好 吴北 咋了 完事了 说啥呢 你来酒店接我吧 带我去太康山庄 唐小姐都和你说了吗 是 你带我去一趟 或许我能帮到你 能帮我 郡妃 你信我吗 我当然信你 信就赶紧来接我吧 说不定 我能给到你惊喜 好 我马上来 吴北 你小子运气不错啊 居然能和唐紫怡这种风云人物交朋友 风云人物 她很聪明吗 唐紫怡可是云京四大美女之一 毕业于全球知名高校 商界才女 至于唐家 那何止有钱 中南无省的古董文丸 黄金珠宝 唐家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同时还设计酒店 地产开发 文旅 风头 总而言之 唐家跺一跺脚 云京都 看三场 这么厉害 不过唐家早已开支散业 唐紫怡是唐二奶奶一支 主要负责珠宝和投资这一块 其他产业 则被其他几房管理着 话说回来 吴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监狱里 跟一位高人学了棘手看风水的本事 我说哥们 你两年时间就能学到真本事吗 我还是第一次给人看风水 你别打击我 怎么回事 好重的煞气 郡妃总 我们进去看看 嗯 好 这栋楼出过市吗 嗯嗯 当初两名看房的客户 从顶楼跌落 当场摔死 那这里呢 那是两名保安在值班时 无故被电死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怎么知道这里出过市 是看了新闻吗 马上就清楚了 跟我来 唯独之言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这里也死过人 对吧 对 你真神了 果然是鬼子母煞阵 玉佩中的传承 就曾记载有一种巫术极为恶毒 这种煞阵 须另一女子连续怀胎十次 然后依次取出 以秘法制成殷尸 最后女子也会被杀死 除去四肢 炮入坛中 这种写法耗时长 手段凶残 她借助母子间的心灵感应 以及强烈的怨气 凝成可怕的煞气 威力极强 什么 子母煞阵 嗯 先离开这里再说 我是怎么了 怎么一点力气也没了 煞气入体 一会就好了 或者评论扣个666 可保平安 你这里之所以有灾难 是因为有人在这里布下了邪阵 要破解其实也不难 把东西挖出来就可以 啊 破掉煞阵就可以继续装修了 对 不过 你得准备一些东西 比如膝脚粉 黑狗尿 公牛的眼睫毛等 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份清单 你照做便可 好 我马上去准备 不着急 你先送我去车站 我有要事得先回家一趟 明天正午 你再去车站接我 好 神术啊神术 请您大术有大量 就原谅我们的 我给您扣头了 大苍 你在干什么 什么 对不起 我爸和我弟弟得罪了您家的神术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怎么制度制不好 你来了就好 能不能请你和神术说说情 让他放过大物和从虎 他们父子俩又是袍术 又是砸墙 你说神术能不生气吗 试试你放心 以后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 你家的房产手续 我会让他们办下来 合法合规 那我就试试 你就先回去吧 好好 辛苦了 也该时候去看看我的老朋友了 老头 吴北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 你说这两个杀千刀的 干嘛要把你加强 讨你家术 现在好了 得罪了神术 这下有罪受了 今天下午 满大仓来找我了 让我跟神术求情 我照做了 那 那神术怎么说 晚上我打了个盹 神术给我托梦了 他说满大午干了不少坏事 本来应该重重惩罚 但念在我给他求情的份上 决定原谅他了 是吗 槐树先不整治他俩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等他们清醒之后 就到大槐树前跪上一天一夜吧 好好 只要人没事 跪两天 我们也认 该做个两段了 宋世金 是吴北 是我 你居然出狱了 我记得 你应该被判了七年才对 我表现好 立了功 一直在减刑 所以早早就出来了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宋世金要死了 就过来送他最后一场 什么 你 这个偶东西 撞错父亲还能逍遥法外 不过报应循环 他也有今天 我很感谢老天爷 而你 宋红兵 你更不是东西 我诅咒你 永远噩梦缠身 生不如死 天地有乾坤 因果有误 梦有伯重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给我捉捉他 是 人呢 我偷好听 怎么回事 宋红兵 我对你设古老的梦影夺咒 王后 你归噩梦缠身 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从而活得生不如死 接受你的报应吧 我还不够强大 我得再努力修炼 这样才能保护我的家人 好 我的五龙圣权 三条修炼成形 爷爷爷爷 我们终于等到他了 他来了 先生 请留步 老朽朱远山见过先生 昨日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清曼了先生 请原谅 无妨 我们并不认识 谈不上清曼 这是我的孙女 清延 先生那日说 他有早撩的风险 请先生救他一命 这倒简单 只要推拿一下 然后按新的法子修炼 一个月左右就能恢复 先生慈悲 还请先生出手施救 你们住在附近 不愿 就在山下 那就去你们住的地方 这里不方便 好 哇 好神奇啊 好舒服 姑娘 好了 你练内劲 伤了左右手太阴肺精 我现在已经帮你打通了 之后练功要阴阳相记 否则就会伤身 谢谢先生 您的医术真是神乎奇迹 我以前总感觉肺不阴沉 呼吸不畅 现在就轻松多了 吴先生 你救了小颜一命 是我朱家的恩怨 请受朱远山一拜 不用客气 我只是顺手而为 吴先生 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我朱家的根基在云京 先生以后去云京 一定和我说一声 远山一定热情招待 好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先生 我送您 不必了 这吴先生是一位奇人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结交 青年 你没事多和吴先生联络 你们都是年轻人吗 有共同语言 爷爷 我有男朋友了 你小叔的病能不能治好 或许全在这位吴先生身上 爷爷放心 就算跪下来求他 我也会请他给小叔治病的 北哥 等你好久了 你这有办法破掉协会 完全没问题 请放心 我要的东西呢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工人也在工地等着了 好 那咱们出发吧 恩恩 这是平安符 可防煞气 去吧 把底下的坛子给挖上来 啊 郡飞 你们家得罪过了什么厉害人物吗 这邪术可不是一般人能成 我们做生意的难免得罪人 但好像也没什么大的矛盾 那你有没有和那些会邪术的人接触过 没有 我以前不信这些的 后来太康山庄出事 家里倒是找了不少高人 钱花了不少 但没一个能解决问题的 北哥 我们家若是这关过了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小意思 你是我兄弟 我帮你是应该的 哥 托你的福 昨天我和唐紫怡谈过了 太康山庄要能正常运作 唐家愿意跟我们合作 他们将出资二十亿 同时动用唐家的人脉关系 帮助卢家重启太康山庄 那太好了 只要这太康山庄能上市销售 你们不仅能还掉债务 还能大赚一笔 是的 对了哥 唐小姐真的是你女朋友吗 你说呢 当然是假的 我刚出狱 人家名门望族的大小姐 岂会看上你 可惜了 哥你虽有能耐 可唐家这种势力 最看重的是门当户对 老板 盘子已酸离体了 上来 好 天地有乾坤 急急如律地 发神封印 这地方已经没事了 明天就能带人进来正常施工 好 艾唐山庄的邪最后 吴北回到家中 与家人过着平淡的生活 这天 他受邀请来学校参加妹妹的家长会 可当刚踏进学校 便传来了一阵刺耳的操作声 谁是吴梅 给我滚出来 我是他哥 怎么 哼 你们敢勾引我儿子 害我儿子成绩直线下降 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啊 你儿子长的这副尊荣 丑得像个沙雕一样 我没能看得上他 你 你敢说我儿子丑 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们领导是谁 敢不敢告诉我 那你又是哪个单位的 你领导又是谁呢 哼 听好了 我可是县衙的 哦 原来是县衙的 难怪口气这么丑 怕了吧 你那个吴梅不要脸 勾引我儿子 你看了现在他全班倒数第一名 我要投诉 一定要把他给开除了 要开除谁呢 就在这时 一名大长腿女俗走了进来 朱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吴先生好 我表妹刚好转到这里 我来送她的 听到这么吵闹 就过来看看 真没想到会遇到您呢 你 请问您是大小姐吗 啊 你是 我是县衙土地思云局的小王 上回朱老爷子来我先视察 咱们见过面滴 哦 然后呢 我刚听说你要投诉什么 我爸爸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 你们却在欺负老百姓 大小姐 都是误会 误会啊 是吗 你不是说我妹勾引你儿子 没有的是 是我儿子不争气 他和吴梅漂亮 想追求他 可吴梅完全不搭理他 所以才会有这个闹剧 跟吴梅没任何关系的 对不起哈 哼 变脸的这么快 那还不快滚 好 好 先生 您的遗书真是太好了 现在的我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 太谢谢您了 客气了 那没什么 对了 先生您来这里是 我来参加家长会的 这次来主要是帮我妹妹争取报名 参加全国奥数竞赛 哦 这个比赛需要经过专业辅导训练呢 而且名额有限 得拖点关系 先生 或许我能帮上您呢 哦 你能帮我 我当年也参加过奥数 阎龙大区第三名 如果吴先生不介意 就由我来辅导小妹妹 可以吗 那就太好了 姐姐 谢谢您 就这样 朱青岩开始慢慢融入了 吴北的平淡圈子中 这天 朱远山邀请吴北前来做客 朱家家底丰厚 人脉甚广 其儿子更是某事的尸首 可即便如此 却有人要求他下死手 什么人 徒手竟要人命 居然能徒手 接我的追命飞刀 还给你 毒有毒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刺杀我们 居然能躲过我的飞刀 算你们命打 不过 你们还是难逃一死 是谁派你来杀我们的 是彼岸下达的命运 他们让我杀掉朱远山 彼岸是什么 一个杀手组织 我是他的成员之一 那是谁要杀朱远山 不知道 我只接受命令 这次刺杀失败 他们还会派出更厉害的杀手 直到任务完成 你们是死定了 杀手的目标是我 你们走吧 这里我来处理 杀手死了 一场江湖风暴即将来临 神秘杀手来袭 一场武林风暴即将来临 离岸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为了避开杀手的滥杀 吴北把青岩带到家中保护了起来 可没过一会 两名自称是警察的人找上门来 你就是吴北 我是 你犯事了 跟我们走一趟警局吗 哦 请问我犯什么事了 这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到了你就知道 吴北不想在家中闹事 于是便乖乖的跟着走了 可仔细看看这警察 浑身带着泪气 根本不像是宫门中人 果不其然 他们把吴北带到了一处偏僻的地 宋红冰 没想到是你搞的鬼 小杂种 你那天诅咒我 让我永远噩梦缠身 生不如死 自从那天后 我果真如此了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哼 是我诅咒你了 那也是你该有的报应 可恶的杂种 给我打 往私里打 哼 什么情况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方才说是要打死我 宋红冰 当初 你儿子宋世金撞死了我父亲 你们不仅没有道歉 还让人顶包 找人打我并诬陷我入狱 你说这笔账 我该如何跟你算呢 吴北 我们错了 但时今也不是故意的 那是意外 我劝你不要乱来 献首可是我的结拜兄弟 我母亲的娘家是神父公家 你要是敢动我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乱来 我当然不会 我吴北可是知法守法的人 你虽然找人绑架我 可我依然不会把你怎样 你不杀我 杀人犯法 我不杀你 不过 有恶报 你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可恶 吴北 你给我等着 吴北回到家中 却碰到青岩哭着厉害 怎么了 青岩 先生 我爷爷受伤了 可我爸不让我回去 说要等事情平息了才行 见青岩哭得那么厉害 吴北心生怜悯 不怕 有我在呢 我跟你回去看看 好 朱远山受伤严重 此时正躺在床上危在旦夕 居然是铁沙掌 朱老 你伤得太重了 我先帮你疗伤 好 朱老 现在你能说说这是什么一回事了吗 本来不想麻烦吴先生您了 没想到 您还是来了 既然先生问到 那我就一一道来吧 好啊 人都到齐了吗 今日我便要灭掉你们朱家 你就是乔波 你是什么人 朱青岩的男朋友 朱家的未来女婿吗 很好 那我便一起杀了 糟糕 他的铁沙掌 已经修炼到了极为高明的境界 不能让他先出手 没想到 吴北居然直接就出手了 没有一句废话 没一个多余的动作 乔波已死 还要继续打吗 人既然死了 人情也就不在了 他们的恩怨也应到此了 慢着 你回去告诉乔波的家人 他们若想复仇 三日之内来找我 超过三日 他们若敢再来 我会逐一登文造 好 一定转告 三天后 轻言传来消息 先生 乔波那边找了一个中间人来说何 说愿意赔偿 我们两千万 以后互不向欠 啊 我们打死了他爹 他还要赔钱 是的 乔波的儿子武艺不强 但擅长经商 他应该是怕咱们上门除掉他 所以想要破财消灾 的确 这就是江湖 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 至此 几代人的恩怨终于画上了句号 几日后 唐紫怡给吴北打来电话 让他来一趟云京一同前往赌石城 我的北哥 你来了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爸 唐明辉 唐先生好 哎呀 小巫你真是一表人才 不比我当年逊色呀 唐先生过奖了 小巫 你也知道 我在边南那边吃了大亏 被人做局给坑了 因为这 我还受到了家族的惩罚 全力尽失 所以 我必须到边南走一趟 把亏掉的钱拿回来 今天就是热热身 小巫你尽管去展示自己的本事 好 唐先生 那你觉得 什么样的战绩才能跟你去边南 唐明辉看似无能 其实是个聪明人 他略意沉吟 那必须达到130%的毛利 好 那我先去看看 哥 今天我是你的专属美女财物 凭借着维度之眼 吴北都能挑到好的原料 很快就小赚了一个 唐紫怡 他是什么人 突然出现了一名三十岁左右 穿着高端西装的男人 正愤怒的盯着两人 啊 你看不到吗 他当然是我的男朋友了 你 你什么你 我爷爷管不了我 爷爷就想娶我 哼 唐紫怡 你这是在激怒我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能让他消失 是吗 你是变魔术的吗 来 你变给我看看 老公 人家的身份可不简单 他是云京四大名门之一 金家掌房的大公子 名叫金永利 没听说过 小子 你是无知无畏 不过没关系 你很快就知道我有多大的能量 你在我的面前就是一只爬虫 金永利 恰恰相反 在我唐紫怡眼中 你连他一对手指都比不上 金永利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大学时代就开始追求唐紫怡 一直未能成功 眼看唐家人施压之下 两家准备举行并婚宴 而唐紫怡却临时逃掉了 这几天他一直在找唐紫 没想到他却和别的男人好了 这又怎能让他不生气 这个人能和我比吗 论家是背景 前途和我比他就是尘埃 紫怡 跟我走吧 我可以选择原谅你 我们不可能的 金永利 你死心吧 快走开 别妨碍着我们去赌食 你是陪着小子来赌食的 是啊 而且我们刚赚了一百万 哼 一百万对于你我的身家来说 有何意思 敢不敢跟我去S区走一趟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实力 好 金永利 不如我们打个赌 如何 什么 打赌 没错 我男朋友挑一块料子 你也挑一块 如果他选的料子比你的价值高 那你以后就别再烦我 如果你选的料子价值更高 我就重新和你订婚 怎样 放真 你敢吗 好 我跟你赌 哥 你输定了 唐紫怡 等着做我的好老婆吧 就这样 一场关于唐紫怡幸福的赌局 正是拉开了帷幕 你敢信 八百块的废料 就能开出过价值千万的兵种帝王率 只因他拥有这双世界独一无二的神童 唯独之一 先生 那就拜托你了 公子 请放心 赌世界来说 还没发现有人是我的对手 紫怡 你把自己的终身幸福压在我身上 就不怕我会输掉吗 我相信你 你总不能看着我跳进火坑吧 尽力而为 不过 金永利说的S区是什么 那是云京最为高级的原石聚集地 我们先去看看吧 好 公子 这块应该就是这里最好的一块原料了 好 这块原料我买了 好的先生 是 是十仙陈六 这个十仙很六吗 十分厉害 他十五岁出道 混迹赌食场所 胜多败少 二十岁时 就已经积累了亿万家财 三十岁的时候 别人就已经称他十仙了 据说只要是好翡翠 就逃不过他的眼睛 既然这么厉害 他岂不早发财了 他不仅没发财 现在还欠了几个亿的债 因为他不仅爱好赌食 还喜欢赌博 原来是个烂赌鬼 所以 哥 你要小心了 是你要小心了 万一我输掉 你就得嫁给这位金大少 子爷 如何 十仙陈六指在此 你还是让他认输吧 乖乖嫁到我金家来 哈哈 金永利 赌局还没开始 怒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你先别嚣张 哈哈 我们已经选好了 这块成本五百万的原料 马上就开窗给你看看 一想到你就要成为我的老婆 我就心情愉快 哈哈 果不其然 陈六师仙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 他选择的料子出绿了 高冰 满绿 恭喜先生 这块料子少说值七百万 涨了 如果是做成挂件 价值少说两千万 哈哈 听到了吗 五百万成本 开出价值两千万 接下来看你们选的吧 哇 哈哈 就正如师仙陈六说的 五北他们逛了一圈 的确找不到更好的赌食原料 直到他们来到了这处休闲的地方 啊 这是 回赌之眼 好 终于找到你了 老板 这料子卖吗 先生 这些料子是顾客们解释后留下的 价格都很便宜 那这块料子多少钱 先生 这块料子八百 行 这块我要了 哥 你买这废料是干嘛 我带了五千万的本钱 你仅可去挑那些贵的料子呢 耐心点吧 以后有好戏看 呦呦呦 你们选了半天就选择了这废料 是反正输定就随便选了吗 哈哈 呵呵 你懂个屁 这可是宝贝 嘴真硬 那就开来看看吧 好 开窗吧 先生 你的原料开了 很遗憾 他还是废料 哈哈 你输了 唐子怡 乖乖做我的好老婆吧 哇 哈哈 等一下 老板 请再给我这半块开窗 请从底下四分之三处切开吧 废料就是废料 无论开多少次结果都是一样 开窗废我出 请继续开吧 好的先生 请稍等 什么 天啊 居然出绿了 而且是冰种帝王绿 怎么可能 这 这料子极为罕见 价值可无法估量啊 这 这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一块平平无奇的废料身上 哎 是我输了 嘻嘻嘻 金永利 愿赌不输 打赌的时候 我暗中录了音 你要是再敢纠缠我 我就把录音公布 让整个云京的富豪圈子都笑话呢 金永利气得说不出话来 紫衣 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好 今天的战绩已经足够好了 我们回去吧 可无 姓吴的 我记住你了 你死定了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什么 八百块的废料 竟能开出过千万的兵种帝王绿 天呐 小吴 咱们择日就出发变难 好 赌石城小事牛刀后 吴北回到家中 却有两名军中高手在此等候着 你就是吴北 我是 动手 你就是吴北 我是 动手 你果然是个舞者 只是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年轻 是谁派你们来的 小的 你可知道 你得罪的是省府公家 他们下了江湖追杀令 要活捉你全家 你家中的老母亲和妹妹我可下不了手 所以 也只能拿你回去交差了 天杀的 你竟然敢打我家人的主意 念在你没对他们下手 我可让你不死 黄望 接招吧 没想到你这么强 是我大义了 要杀就杀吧 还挺有骨气的 倒是条汉子 你是公家派来的 是 公家开了大价钱 我本以为是个轻松的活 那只会赔上了小命 我饶你不死 你去告诉公家人 别招惹我 更别打我家人主意 否则我一定登门拜访 你真的放我走 你如果不想走 我赶了你也无妨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让我通知公家 想必是不想和公家继续冲突 但是 我告诉你 公家是一定不会罢休的 你确定 公家的跟在省府 但这周围也都有布局 比如宋家 就是公家布局中的一枚棋子 现在这枚棋子被你除掉 公家一定会反击 那你认为 公家会怎么对付你 江湖是 江湖了 像您这种高手 公家自然会派更强的人过来 那就来吧 我叫黄强 今天承你不杀之恩 日后有用的到我的地方 只管开口 吴北心中一动 这个人倒是恩怨分明 黄强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刚才我重伤了你们 要么你们现在带伤离开 后半辈子都在这伤痛中的后遗症中度过 要么 从此以后 你们做我的马仔 我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相应的 我能治好你们的伤势 并教导你正确的修为方式 黄强心中一惊 你知道我的修为方式有问题 每个人的大周天 都有独特的真气运行路行 可你的 明显是有问题 你是否经常夜不能寐 一修炼就幻想重生 对对 您说的太准了 我可以指点你 让你的修炼步入正乎 黄强大喜 先生 以后我黄强 就为你马首是瞻 很好 那你们就先在这附近 找个地方住下来 我要你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全天厚的保护我的家人 好的 先生 我们定不会让他们 有半点危险 至于公家 看来我有必要亲自登门拜访 红斌啊 咱儿子还没恢复 你现在又这个样子 这个家全靠我一个女人撑着 我太累了 红斌 你就别熬了 放心的去吧 此时 宋红斌已经无力说话 他活了半辈子 一眼就能看出老婆有问题 可惜 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狠狠地盯着他 在心中千变咒骂 动手吧 那龙大师 你这个臭婊子 居然找人来赶我吗 我要马上立一竹 老子的财产 你一分都拿不到 啊 宋红斌老婆突然慌了 他没想到 宋红斌居然还能做出最后的反抗 呵呵 夫人 这是我替你保守秘秘 你把他的财产交出来一般 如何 宋红斌老婆像是抓住了稻草 他立刻点头 好好 好 我把宋家财产给大师一半 你快干了他 只见那龙就低头嘀咕了两声 宋红斌突然就浑身僵硬 下一秒 他就停止了呼吸 大师 我还有一个请求 请为我的丈夫和儿子报仇吧 可以 来之前我都打听了 是一个交五倍的小子是吧 但我要另外收费 加个一个一 宋红斌老婆心中暗骂 这怪物真是太贪财了 张口就一意 可他不敢不答应 别忙说 好 好 一意就一意 很好 感觉哪上就有突破了 是祖咒 是谁 很好 很好 感觉哪上就有突破了 是祖咒 是谁 没想到居然这么弱 是吗 可恶 可恶 你是装的 不然怎么把在暗处的你引出来 你这巫术确实很厉害 普通人根本无法抵抗 但对于修行者来说还是太弱了 只要把耳道封住 你的巫术根本一点伤害也没有 你 你居然也会巫术 略懂 不过应该比你厉害那么一丢丢 狂窝 接招吧 门好快 你的武力太神奇了 我不是你的对手 请放我一马 我可以给你钱 很多的钱 可你刚才也并没打算放过我了 若我不懂巫术 恐怕我早已是你嘴下王魂了 我 我那龙 是黑天教的三乡弟子 你嘎了我 黑天教不会放过你的 几乎 就算我放了你 你一样也会回来找我报仇 不是吗 黑天教 敢来的话 我倒不介意灭了你吗 嘎了那龙后 吴北意识到这样的报复下去会没完没了 于是他想到了一位相当有实力的雇佣 省府龙爷 本想着指望龙爷的关系能摆平与公家的纠葛 可万万没想到 龙爷也自身难保 哎 兄弟 不瞒你说 我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人家放出话了 三天之内来取我井上人头 谁这么大口气 血手曹王 他是气静的大高手 不至于吧 龙哥你花钱还请不到保镖吗 怎么没请 可他们一听说是曹王 连钱都不要了 目前为止 我是一个高手都没请到 那曹王放出话了 谁敢出面 就是他的敌人 你是怎么得罪曹王呢 是我倒霉呗 上周 我一个小弟的场子被人砸了 我就带上几位好手赶过去 把那人打成重伤 哪知道啊 那人是曹王的外甥 曹王派人过来 让我登门告歉 可这是明明错在他们 我怎么能低头 于是找来省府的几位 头面人物说和 哪知道这曹王十分凶横 压根不按套路出牌 这一来二去的 大家就急了眼 他就放出话 说要取我的井上人头 才能解计 这省府 就没人能压得住曹王吗 有是有 可惜人家瞧不上我李广龙 不愿意替我出头啊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怎么办 我手下有一帮兄弟 不能走 这一回 只能跟携手拼了 这曹王的势力如何 曹王省府四肖之一 势力自然十分强大 省府的五巡总队长 更是他的败把子兄弟 两个人穿一条裤子 所以他有嚣张的资本 所以说明里暗里 你都不是曹王的对手 李广龙呲牙一笑 哈哈哈哈 人死鸟朝上 不死万万年 我就是要和他干 龙哥 我佩服你 明天上你们怎么斗 我管不了 不过这曹王如果敢来杀你 我来替你接着 兄弟 你开什么玩笑 曹王可是气性高手 你这小身板还是算了吧 哥 我不是开玩笑 曹王我来接着 说完 吴北站了起来 我曹 兄弟 你真是高手啊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害老子后事都交代清楚了 当初给你治病 我只懂一道 功夫还没成 你当然不知道 但曹王毕竟是高手 不逼到绝境 我不希望你跟他动手 那你有其他办法 有是有 但那得看你了 说来听听 省府有位徐太公 兄弟听说过吗 我对省府不太清楚 怎么 他来头很大 来头何止大 那是天大的来头 这徐太公家的三爷 是神经宗师 叱咤云精 徐家的大爷 二爷在省府任职 四爷是云精士手 好强大的背景 可不是 最近 徐太公得了重病 徐家四位爷 急得跟什么似的 便请天下名医 但据我所知 目前的治疗效果 不太理想 所以 你是想让我去 给徐太公治病 是 要是能攀上 徐家的关系 什么吵架 公家都可以解决了 好 我明白了 那你带我去徐家吧 阿龙 你来了 辛苦你了 哪里 四爷家的事 我怎么能不上线 这位就是我说的 那位无神医 当初我得一线癌 就是他给我治好的 请问无神医 哪里高救 他这是问 吴北的出身来历 毕竟不是什么人 都能给他的父亲看病 吴北淡淡道 我是闲散游医 四爷皱眉 面露不快 辛苦了 请那边喝杯茶 喝完请走吧 他显然是不打算 用吴北了 等一下 四爷背上的伤 是枪伤 啊 你们看出来 应该是刀伤 切断了一些神经 伤及脊柱 所以天鹰的时候 你会背痛 说的对 还有吗 四爷的胃病 应该有十年以上了 虽然近几年注重保养 但还是经常胃痛 还有四爷的面目 神经断了 导致表情有些僵硬 只是若不仔细看 是看不出的 厉害 真不会是神医 方才是我走眼了 李明晴 吴北说的毛病 其实只有他的家属 亲人知晓 外人根本不知 吴北能够一语说中 证明医术的确高超 可吴北万万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 遇上了金永利 许四叔 你怎么让他进来了 你是说 这位无神医 他是神医啊 四叔 我知道他 他可不是什么神医 就是一个小混子 是吗 可我觉得 他的确是有本事的 金永利很是愤怒 上次赌食成的事 他还怀恨在心 小子 你骗人的本事不小 都敢骗到徐家来了 请注意你的言辞 我是徐四爷请来的医生 伤悔你资称赌食专家 这回又成医生了 你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说出来听听啊 别的身份倒也有 我还是气静的高手 我信你就是猪 真不明白 紫衣是怎么看上你这种片子的 小金 你就别在这碍着 先出去吧 徐太公病倒在床 奄奄一息 四爷 太公半月前应该受过风寒 还跌了一跤 并受到过惊吓 你说的真准 半月前 老夫感冒了一次 没几天便好了 之后又在登山时摔了一跤 受了惊吓 因此 卧倒病床 已经看遍省府所有名医 却不见好转 那是当然的 这些其实都不是他病倒的主因 哦 先生另有高见 高见不敢 我只是从另外的角度看问你 这床 应该有去年头了吧 祖上船下的紫檀木打造 问题就出在这紫檀木上 这张床 老夫睡了一辈子 你说他有问题吗 本来睡这张床也没什么 可偏偏太公病倒期间 吃过一种药 雪山灵芝 那雪山灵芝的药性与这檀木香气相克 久而久之 就影响了太公的身体 没错 老夫的确吃过一碗灵芝兑羊肉 当时我也吃了半碗 先生是说 只要离开这张床 病就能好了 自然 吴先生可有办法让我父亲尽早康复 当然可以 只要配合我的针酒和气疗 只需休养三天便能痊愈 那就劳烦神医您了 在吴北的治疗下 徐太公果真恢复了活力 父亲啊 你没事就太好了 吴神医啊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四爷 吴神医是我兄弟 您不用跟他客气 以后有什么事 只管吩咐 广龙 你和曹旺的事我都听说了 回头我给曹旺说一声 这事就算过去了 好 劳烦四爷费心了 就这样 本以为结束这段恩怨时 曹旺却独自一人来到了龙府 曹旺 你来做什么 嘿嘿 李广龙 我本来想弄死你 没想到你本事不小 按来徐四爷平事 我是答应四爷不杀你 可没说不教训你 把你打残 才能出我这口恶气 你 可恶 你就是血手曹旺 你是谁 你最好不要乱动 曹旺顿时冒起一身冷汗 身为气静的高手 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杀意 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 稍落不慎 他就要嘎在这里 敢问前辈要如何 李广龙是我兄弟 你刚才说是要废了他 是吗 我我我若早知李广龙身边有您这样的高手 我哪敢乱来 很好 你很识趣 你也是省府有头有脸的人 我可以放你一马 今后你们的恩怨能否就此了结 当然可以 那你走吧 先生 我曹旺今日成您不杀之恩 果然 强者说的话就是道理 就此 吴北化解了李广龙和曹旺的矛盾 三天后 吴北接到了徐家三爷的电话 您是吴先生吗 我是徐继飞 之前家父的病就是先生治好的 你 你是徐三爷 呵呵 我是徐老三 给先生打电话 是因为小女身体有些欠妥 我自己也略通医道 可始终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找来几位朋友医治 也都没什么效果 我知道先生医术精湛 如果有时间 先生能否来云京一趟 徐三爷如此高的地位 竟如此谦虚离让 吴北自然是无法拒绝的 可以 我明天就过去 既然要来云京 吴北当然顺便找找他的好兄弟 卢俊飞了 哈哈 我的北哥 见到你真是开心 不错嘛 看样子 你是恢复富二代的身份了 嘿嘿 那还不是北哥你的帮忙 对了 今晚有个聚会 咱们八孝的几位校花 都到场 你忙完就过来 好 这就是神经宗师徐三爷 修为到了神经 气息内敛 反扑归真 反倒更像一个普通人 吴先生 吴先生 辛苦您了 这次请先生来 是为了小女的事 请三爷详细给我说说听 徐继飞点头 把情况一五一十 告知吴北 原来 原来他有一个女儿 名叫徐珍珍 他因为最新于武学 三十五岁才娶妻生命 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后 徐三爷便奉他如场上明珠 如果说 徐继飞此生最在乎的是什么 那必然是他女儿了 大约一周前 徐珍珍突然茶饭不思 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有时大晚上的也不睡觉 一开始 徐继飞没一大回事 还以为孩子胃口不好 而且他是神经宗师 一眼就能看出 人的身体有没有问题 而徐继真的身体 明显是健康的 就这么过了三天 徐珍珍的精神变得十分糟糕 双眼发指 一看 就是出了问题 他连忙请来明医诊治 可一连换了几个都没什么效果 那珍珍他现在人在哪里 还在书房呢 我快丑死了 请三爷带我去看看吧 好 珍珍从小喜欢收集古书 这些都是我帮他找来的 吴北观察徐珍珍 以一家的眼力判断 他身体是健康的 但精神显然出了大问题 长辞以往 他甚至有性命之忧 珍珍 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是明带一位才子的书 这书是他手写的 世间只此一本 就在他说话时 吴北开启了维度之眼 你是何方妖孽 就是你在迷惑着徐珍珍 你是谁 我是来收拾你的 那就好 我被人下了诅咒 我的灵魂在这里被迫着吸取人类精气 请先生超度我吧 吴北震惊 竟然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 是谁对你下的诅咒 我不知道 我生前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可我得罪了地方权贵 他们不但把我嘎了 还找来黑天教的巫师 把我的灵魂封印在这里 让我死后也不能轮回超生 这也太狠毒了 这是有多大的仇 仇 我只是阻止那个人调戏妇女而已 静下的如此下场 吴北愤怒 这悲惨的遭遇 其实与他有几分相似 这可恶的权贵 难道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 还好玉佩的传承足够广泛 当初在监狱时 吴北也没偷懒 也修炼了一些制邪除魔的法术 超度对他来说也是简单至极 只见他念叨几句咒语 书中亡灵便开始安然消散 去吧 白生投个好胎 谢谢 这世界到底有多不公 他只是坚毅勇为 却不料得罪的是当地权贵 最后落得悲惨的下场 吴北一直搞不懂自己继承玉佩的力量 到底是要如何利用 如今仿佛有了清晰的答案 超度了书中亡魂后 吴北用针灸疗法治疗徐珍珍 半课不到 徐珍珍就恢复原神了 而一旁的徐三爷则激动不已 先生真乃神医 既非佩服 三爷 神医不敢当 你先是救了家父 现在又救了珍珍 我徐家真是感激不尽 你如果不嫌弃 以后就叫我一声三哥吧 以后咱们可算一家人了 吴北孝道 好的 徐三哥 如果没别的事 我就先到辞了 好 离开了徐家后 吴北如约出席大学的同学聚会 可万万没想到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鸿门宴 咦 这不是吴北吗 他不是坐牢了吗 怎么出现在这里 可能放出来了吧 卢少真是的 怎么请这种人过来 吴北 好久不见 这个笑容满面的女生叫苏丽 是当初班上最漂亮的女生 不过疯传她的私生活比较混乱 经常和男生出去 苏丽 好久不见 我们一边坐 什么时候出来的 没多久 一会帮一个忙行吗 行啊 要我做什么 还记得丁森吗 记得 咱们班的富二代嘛 家里挺有钱的 就是他 这混蛋最近在追我 我烦得要死 一会他要是过来 我就说你是我男朋友 你坐过牢应该能吓退他 没必要吧 不喜欢就拒绝 这不快毕业了吗 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甩都甩不脱 拜托 事成之后 我请你喝酒 吴北想了想 便点头答应 好吧 哟 这不是复兴人员 吴北同学吗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王霄腾 我跟你不熟 不用跟我打招呼 跟你打招呼 你想多了 我是来和苏美女聊聊天的 是你爱着我了 王霄腾 吴北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别惹他 苏文 你看清楚 他可是形式犯 你找这种人做男朋友 我就是喜欢他 和你没关系 吴北 你能参加这次聚会 是因为卢少念在你曾是他的舍友 我要是你就没脸过来 王霄腾 你这种层次的人 我没兴趣搭理你 不过你要总是这么跳来跳去 我不介意踩死你 踩我 靠 你以为你是水 你一个服刑犯 敢说踩我 谁给你的勇气 就凭你是卢少曾经的下铺吗 我告诉你 昨天我刚和卢少喝完酒 卢少说了 要把几栋楼的装修承包给我们做 我们的关系现在铁着呢 你这穷脚丝 知道装修一栋楼能赚多少吗 你可能记错了 卢俊飞绝不会给你生一座 呵呵 你妒忌我 我告诉你 这是卢少已经答应我了 最多用三个月 我就能赚五百万 你就算赚到五千万 又跟吴北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我就是想看到你羡慕妒忌恨的样子 就在这时 卢俊飞带着一个很漂亮时尚的女人走了进来 卢少 你可回来了 北哥 我去请一位朋友 来晚了 没能迎接你 此话已途 所有人都傻了 什么情况 卢少叫他北哥 王霄腾震惊之余 心里一突 有种不好的预感 俊飞 你把几栋楼的装修承包给王霄腾了 是啊 都是同学嘛 我就给他们了 装修要慎重 我看还是换一下吧 找专业的公司来做 卢俊飞一听 就知道这里面有事 谈面色一沉 王霄腾 你惹我北哥了 卢少 王霄腾刚才一口一个服刑犯 不停说五北 还让他滚出去 真的嚣张得很 卢少 我没呀 给我滚 我这里不欢迎你 北哥 别生气 我忘了这小子跟你有过节了 你是真的忘了吗 北哥 我是冷如烟 一直听郡飞提到您 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北哥 如烟是朋友 我刚才就是去接他了 你好 如烟 正在说话间 一名青年男子大步走来 苏丽 我都找你半天了 来人正是那个富二代丁森 一如当年 还是那么高调 丁森 你以后别打扰我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他就是五北 苏丽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这小子不是那个因为坐牢 被学校开除的家伙吗 他是你男朋友 坐牢怎么了 我就喜欢坐过牢的男人 有江湖气质 苏丽 你来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小子 我数到三 给我马上滚出这里 否则一个小时内 我让你再滚回监狱 小子 我数到三 给我马上滚出这里 有钱就能嚣张吗 我应该给你好好上一课 你他妈敢打我 小子 你死定了 嘴真硬 现在清醒点了吗 别打了 你快放开他 你不是说他在追你 你很讨厌吗 你蠢吗 我只是故意气他 让他更在乎我 是吗 那你可把你男朋友害惨了 吴白 你给我等着 北哥 你闯大祸了 你知道丁森的真实身份吗 他可是云京地下皇帝 浊康的私生子 浊康跺一跺脚 云京都得颤三颤 浊康的私生子 难怪他这么嚣张 之前我只当他有钱 原来他老子是云京的地下皇帝 我都不怕 你慌什么 北哥 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 甚至就算唐小姐也帮不了你 浊康的层次 根本不是我们这种级别的人可以抗衡的 哦 是吗 他是什么层次 这浊康 他可是徐三爷的徒弟 徐三爷你知道吗 神仙一样的人物 武学宗师啊 他的胞弟徐四爷是我们云京的士手 还有徐大爷和徐二爷 是K省的二号和三号人物 那要怎么样 我就一条命 还怕他不成 北哥 你得马上离开云京 现在就走 想走 来不及了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 就想对付我啊 哈哈 小的 不得不说 你踏马胆子够大 都到这一步了 还给我嘴硬 有意思 老子有点欣赏你了 哦 森哥 人家刚才是吃醋的 谁让你这么招女人喜欢 身边有那么多女人 我不高兴 我刚才说的 也都是气话 我苏丽怎么可能看上这垃圾呢 丁少 能不能从心发落 从心 可以啊 那得看他的表现 丁少有什么要求 只管说 只要您别生气 去 给我尿满 卢俊飞一愣 他看了一眼 这个空的啤酒杯 接着他便默默地把他接过来 走向了洗手间 两分钟后 卢俊飞端着大半杯尿回来 目光落在吴北身上 很显然 他知道丁森接下来要做什么 小子 你把他喝了 我今天只断你两条腿 不喝 老子今天弄死你 北哥 事到如今 活命要紧 要不然 你喝了他吧 吴北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愤怒 他不傻 从王小腾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卢俊飞已经不是从前的卢俊飞了 只是他不明白 是什么让他做出了改变 毕竟不久前 他才刚刚帮卢家渡过难关 他平静地问 俊飞 今天这局 是你设计的吗 北哥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家兄弟一场 我不想你死 所以才恳求丁绍饶你一命 你却说我设计你 你到底喝不喝 快喝 快喝 只要喝下这杯尿 唐子怡就不会再认可你吴北了 到底喝不喝 眼前这个富二代太嚣张 竟然强迫别人和自己拉出来 是可杀 不可辱 你们这么做太过分了 吴北万万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的冷如烟竟然会替自己说话 如烟 相比生命 受点屈辱又算什么 小美女 你这是要和我做对吗 看来你还没够清醒 怎么样 现在够清醒了 吴北 吴北你疯了 卓康不会放过你的 你死定了 没人能救得了你 你给卓康打个电话吧 我想见见这位地下皇帝 小子 你就等着求饶吧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好 我等着 冷如烟惊讶地看着吴北 他为何如此镇定 到底是谁给他的底气 吴北拿出手机 拨打了徐继飞的电话 三哥 你认得卓康吗 卓康是我徒弟 怎么 兄弟认得他 有点小矛盾 估计过一会 我们就要碰面了 他既然是三哥的人 我想还是和三哥说一声为好 这个混蛋 又给我惹事 兄弟你在哪里 我马上赶过去 吴北 不管你给谁打电话 都没有用的 在云京 没人敢惹卓康 吴北没理他 冷如烟走了过来 北哥 有烟吗 女人抽烟容易老 没关系 我平时不抽烟 现在抽 是想陪你 陪我 吴北觉得很意外 很久没见你这种人了 我敬你是条汉子 我也好久没见过你这种女人 看得出 你也是个练家子 我冷家算是半个武林世家 不过我自治不好 此生无缘不入气境 那不一定 你应该只是修炼的方法不对 委托有时间我可以教你 真的吗 那谢谢你 是哪个王八 敢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爸 是他 你快干了他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 你是卓康 徐三爷的徒弟 既然知道 你还敢动我儿子 你活腻了 吴北打量了这个卓康 无疑 这卓康也是一位气境高手 而且应该到了律动的气境 我对你儿子没有兴趣 是他先招揉我 我没噶他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给我面子 看得出来 你也是一个修行者 不过你以为你这么一点修为 就可以踩到我卓康的头上了吗 卓爷 今天的事 我也有错 我不该让这种人参加我的聚会 卓少这么说就见外了 你卓家愿意把太康山庄两城的股权转上给我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能与卓爷合作 是我卓家的荣幸 现在你也是气境高手 自己了断吧 你要了断谁啊 说话间 徐三爷及时赶到 你要了断谁啊 师父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兄弟 让你见笑了 你没教训他 是给我面子 三哥言重 三哥啊 卓康猛了 自己的师父管他叫三哥 这是什么情况 异途 我的父亲 女儿都是吴兄弟治好的 你放菜要搞他 是要搞我徐家的救命恩人吗 卓康浑身一震 连忙跪在地上 是师父 徒儿不知道呢 我要是知道 哪里敢说那样的话 先生救我爷爷 救我小师妹 请受卓康三拜 治病救人 医家本分 你不必谢我 混账东西 起来吧 先生 刚才冒犯了 对不住 请原谅我 算了吧 都是小事情 不过 我有几个问题 倒是想问问丁少他们 你们几个站好 先生有话问你们呢 给我老实回答 这丁森很怕灼汤 只得哭着点头 丁少 今天的这个局 和你有关系吗 神圣局 我不知道 那你呢 苏丽 这场戏 你饰演了吧 苏丽此时 哪敢说假话 是 是卢俊飞 让我这么做的 他还给了我五十万 教我怎么做 吴北心中暗叹 果然是他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 让你那么做了 就是你 你给我转账的截图 我还留着呢 就是你让我靠近吴北 挑起他和丁森的冲突的 卓康募集 你小子竟然这么阴险 这么做事想干什么 卓妍 我没有啊 你还不说实话是吗 我现在就废了你 我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吴北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 教训吴先生 你们是有仇 我们多仅没有仇 他还曾是我上铺的兄弟 太康山庄的协会 也是我帮他卢家解决的 原来那是先生的手段啊 佩服 这句话是他的真心话 太康山庄的事他知道 吴北居然能够破解 可见他的手段极其高明 卢俊飞 我把你当兄弟 你为什么害我 你少装算 唐紫怡的心里只有你 这段时间 我疯狂追求他 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下 这难道不是你的原因 你追求唐紫怡是你的事 与我何干 如果你废了 甚至死了 那唐紫怡或许就会接受我 居然这么对待帮助你的人 脑子最看不起你这样的杂碎 先生 真是对不住 丁森是被这小子利用了 算了 事情也过去了 我也不想管那么多 你们的事自己解决 我有点累 就先到辞了 好 先生慢走 你这混蛋 当我是沙嬌吗 居然敢利用我 吴北此时的心情沉重复杂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明明是卢家的恩人 为何卢俊飞要如此对待自己 有明白的朋友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大家 他伤心的琉璃在街头 而陪伴着他的竟然是刚认识的冷如烟 这一晚 吴北失去一个好兄弟 却换来了一位好知己 父亲 糟糕了 刚收到小姐 徐三爷和吴北竟然是拜把兄弟 我们就认输吧 宋家的仇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请吴北前来 我们赔礼道歉花姐吧 爸 可我不甘心呢 他再强也只是一个江湖中人 我们大不了再找一位更强的人来灭他 无非就是多花些钱吧 你有好主意吗 我认识也是高手张涵的儿子张子雄 张涵的实力可不输给神经宗师徐三爷 我设法挑动他与那吴北打一场 如此一来 不管输赢 这个吴北都得罪了张涵 届时 我们便可借张涵之手除掉吴北 而我们又不上身 那好 子雄兄弟 龚大哥 你找我啊 张涵 我来给你道个别 啊 怎么了 我龚家摊上试了 我们得罪了一位武林高手 那人号称省府第一青年高手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有一次 他在大街上调戏一个女孩 我们就说了他一句 他就把我们打了一顿 还打了我龚家的几名保镖 这还不算 他还要让我们龚家赔偿他一个亿 并让我们当面给他磕头道歉 你说 这不是侮辱人吗 喜有此理 这也太嚣张了 就怕我们赔礼道歉 他也不肯放过我们 所以 今天哥来给你提前告个别了 你们不用怕 这是我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不管 那人在哪里 我去会会他 你就是吴北 是我 你是什么人 你胆子不小 敢在省府撒野 真当省府没人吗 怎么 你们今天不是约我来谈和解的吗 和解啊 你想多了 本少是来教训你的 知道我是谁吗 不管你是谁 都可以滚了 放肆 无自量力 吴北 你死定了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他不是公家人 他叫张子雄 是大禅寺俗家高手张寒水的儿子 居然算计我 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后果就是 你死定了 是谁做的 前辈 那人叫吴北 使得恶人 龚雷把编好的故事告诉张寒水 又把吴北数落了一遍 把我儿打伤的混蛋给我出来 你是公家派来的人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就是气静高手 我叫张寒水 你打伤的那个人叫张子雄 他是我儿子 吴北沉默 看来 这是老子过来给儿子复仇了 没想到大高手张寒水 竟是这种打伤 我正在地里插秧 没来得及换 就听说子雄出事了 子雄姿质不好 脑子单纯 但为人并不坏 你为何要伤他 吴北震惊 这速度之快 居然连维度之眼 也反映不过来 此人实力高深莫测 吴北不敢轻举妄动 你看过他的伤势了 当然看过了 伤得很重 看着重 其实不重 他只是中了我的暗手 我可以解 你能解啊 这么说 他的修为不会废 当然不会 公家的人想借刀杀人 故意引我与林公子起冲突 好从中于林 我当时就感觉不对 所以出手很有分寸 给令公子弄了一个假伤出来 原来如此 我儿实属单纯 还请您治好我儿子 自然我可不想得罪你这位大高手啊 好了张少 你休养几天便可恢复 可恶 小子 我跟你没完 猪口 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 你是被人利用了 你知道吗 人家吴先生是气景高手 你打得过吗 你能活着 是人家卖我面子 啊 你当街调戏女子的事是假的 当然 公家一派胡言 目的是激怒张公子 好让你我起冲突 我的宝贝鹅啊 这下你该知道人心险恶了吗 是我鲁莽了 先生对不住 好说 看得出张少是个大好人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对了 老弟你是怎么和公家起冲突的 这说来话长 吴北就把父亲被撞死 宋家和公家的作为说了出来 哦 那这就是公家自寻死路了 宋红兵一死 这是本来也该了结了 但公家咬着不放 我也只能出手 老弟的事 我一个外人不好管 只是省府的谁很深 公家虽然只是二流豪门 可想要灭掉他 也绝非一事 张老哥的意思是 我可以做你们两家的平视人 大家坐下来 把事情讲清楚 前臣就是一笔勾销 你认为如何 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但他们没有珍惜 这样的人家 我就算跟他们和解一百次 他们依旧是祸患 那好吧 老弟好自为之 突破了 他突破了气静的瓶颈 达到了五道的新境界 而这一切就从刚刚说起 吴北回到家中 只见小弟王强和手下躺在了地上 很明显刚才是发生了一场恶斗 先生 王强无能 公家派来了一位大高手 帮走了妹妹和阿姨 男人修为很高 可能距离神境只有一不知遥 他留我一命 是要我给你留话 让你今晚只身一人前往公家做个了断 舍我 公家 为什么 我已经处处忍让 为什么还是不能放过我 为什么要搞我的家人 为什么要触碰我的逆离啊 吴北奋怒 这股怒气激发了他身体的每一滴血液 从而打通了他修为的平底 对 他突破了 年纪轻轻的他突破了气境 到达了破钢器的修为 神境宗师则是下一级 恭喜先生突破了 可对方的实力更是强悍 还有众多小弟 先生得千万小心 自然 你们就先自行疗伤吧 我去去就回 唯独之眼 你们绑架我们干什么 快放我们出去啊 老太婆 不想挨揍的话就给老子闭上嘴巴 你们找死 妈 妹妹 别怕 没事了 以后都不会有这样的事 我的宝贝鹅呀 你居然能请来行义全宗师刘大师 他可是马上就能到达神经宗师的人 这下吴北死定了 哈哈 不仅如此 我还绑走了他家中的两个女人 现在就藏在咱废弃的那个仓库里头 今晚 我就要他吴北亲自来赴死 哈哈哈 先生 今晚就劳烦您了 放心 你既然给了我大价钱 我自然会做 那个吴北的妹妹长得很是水灵 先生 要不您先去尝尝先 放肆 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我是欺负妇孺的人吗 要不是我十分缺钱 我也不会接你们的单 好 好 对不住 我嘴见得罪先生了 还请先生原谅 会原谅你们啊 龚家 你们今天都得死 龚家 你们今天都得死 龚 彪 雕虫小技 吴北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们让我来的吗 你就是吴北 你的气息是刚突破了气境的 是 看你身上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 你走吧 我可以不嘎你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有什么能耐能嘎我 我从小修为至今 已有数十载 距离神经宗师 仅有一步之遥 你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 竟口出狂言 怪不得龚家要灭你 那就用拳头说话吧 什么 这是 空间领域 这可是连神经宗师 都不一定能学会的技能 你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别想了 我只是一个被权规迫害的普通人 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是刚突破气境而已吗 怎么会有种越战越强的感觉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告诉你吧 我的力量来源可不单单是武道 吴北 你别嚣张 你的妹妹和老母亲可都在我手上 乖乖给我投降吧 哦 是吗 是在那个废弃的仓库里头吗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眼睛能看穿一切 你们觉得我会这么傻 会白白前来送命 回来之前就已经救出他们了 今天 就是你们公家的灭文之 黄瓜 嚣张 小子 你能打败我再说 秦一拳奥义 拿你命三千 虎龙 圣群 真是万万没想到 我会败给一个刚突破气境的小年轻 真是后生可畏 来 你动手吧 给我一个痛快 你的修行已经废了 我嘎你也没意义 余生 好好做一个普通人吧 至于公家的这两位 我也不会嘎他们 他们受了重伤想必 一毫也会成智障 不久后公家的产业 也会被各方吞并 我和他们之间的恩怨 也该到此中止了 哼 吴北 我记住你了 你虽然是个武学天才 但这世界比你厉害的人多了个去 我就尽管放长双眼 看你到底能走到多远 没什么事 你虽然是个武器 我还有一个星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